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讲述 现代的地质工作者是如何寻找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各种宝藏的 熟悉地质工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过去我们说地质工作者往往会随身跨一个跨包 里面放着三件宝 哪三件呢 首先就是地质锤 接下来就会有这样的一面小小的放大镜去看各种矿石标本 另外呢 就是指南针 当然呢 现在的更加先进一些叫经纬仪 罗盘都可以 这个除了在野外指示方向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有些矿藏呢 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磁干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对指南针的指针方向产生影响 比如说 这是一块磁黄铁矿的标本 当我们拿它靠近指南针的时候 指南针的指针就会发生了偏转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也知道这些矿藏的一些信息了 不过啊 当年那个年代 一是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二是呢 很多矿藏啊 还没有被人们开发利用 但是现在容易找到的矿藏资源 几乎都已经被我们开发殆尽了 我们的目光只能伸向大地更深层去 甚至说是到岩石层当中去寻找矿产资源 这个时候 这三件宝可能起的作用就不如以前那么大了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给地质工作者 装备更先进的一些仪器设备 让他们看得更远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介绍的主要内容了 吉林长春市郊区一个试验场 里此时室外的温度零下26摄氏度 记者和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黄大棉 以及吉林大学电气学院院长林军来到实验现场 这些年 他们的科研团队都在努力研发地下深部探测的最新技术 这都是咱们的实验车吗 这个就是这个这软车 整个的这个是个基本 它不像别的你要看着打方向说要抬起了 这个是个大地 就相当贴着大地 巨大的车轮承载的是一个人工地震装置 启动震源车模拟地震开始 站在车旁就能感觉到大地在震动 这个多少吨呢 这个震源 这个是85吨的 25吨震源 它这个震的时间周期多少 平带多快 这个周期可以从几赫兹到几十赫兹 地震勘探的原理就像是投石问路 从地面收集地震波 在地下的传播反射情况 这样就能探明地下沿层是如何分布的 更好地确定地下哪里会有放行 这么多年 科研人员一直没有停歇探测地球的工作 对地球探测就像对人类做CT一样 它这个CT可以贴在你的皮肤性探测 也可以就是通过像过氨碱 X光保持一定距离探测 因为它探测是一个物理现象 这物理现象我们叫做地球物理探测 这种地球物理探测可以贴近 也可以就是摇车来完成这些探测过程 利用震源车贴近地面获得实验数据 有了这样的震源 实验更方便了 还能替代原本需要大量炸药才能产生的效果 而且它的安全性更高 这个是相当于二级三级 可能因为是地表前地表 一般还不没有人去跟它去 因为它是几级地震 但是我们那个道理是用小能量 长时间积累 所以你看到这种长时间积累 类似雷达波 就长时间积累就用小能量的队地 才能对大地你就不破坏大地 但是又能达到几吨炸药 或者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人工震源把地震波传到地下深部 地面上的人们通过收集地震波的传播情况 判断地下的延藏情况 其实在日常探控的过程中 人们更多的是采用传统定点爆炸的方法 在赶南一处叫银坑的实验场地 山西勘察院的李建国总工程师 正带领技术人员 在山上利用炸药制造震源 布置深反射地震泡面的测试 以寻找这地下有没有矿藏 这个东西 通过炸药炸完 我发现上来 通过建国去接收 然后通过这个再接到电烂 这个中电烂最后一会接到 在采集系统里边 所有的数据 每一道的数据 通过这个传输架 全部传到这个仪器车上 由于有移动监测车 这种检测手段比原来固定式的采集方法 要方便许多 但是这剪拨器上都要接着长长的缆线 由于数据样本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需要很多剪拨器同时工作 于是这接缆线也就成了体力活 而且在面对一些特殊测试场所时 这些为了传输实验数据的缆线 也就变得有些碍手碍脚了 就涉及到的军事禁区 涉及到的河流 涉及到陡峭的山牙 丛林 包括高速公路 这些地方用电缆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是对这些不能用电缆的地方 那我们如果采用无线的方式 把这些电缆可以去掉 既可以实现轻便 又可以使原来不能勘探的 难勘探的地方 可以用我们的技术去解决勘探问题 大家希望能够找到好方法 去掉剪拨器后面长长的缆线 它们重新设置的数据采集仪器 必须得让仪器极其灵敏 而且要能实时记录下 地震波形在地下传导的细微变化数据 我这个东西如果完全水平的放置 它整个这个质量块 就完全处在是弹簧的 是正中心的位置 那一个任何一个外来的微小微小的振动 都能让它这个 我这个质量体横向的产生移动 这个移动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信号 被我们就记录下来了 为了捕捉微小的移动信号 原本单层的弹簧 灵敏度还是无法达到实验要求 这个装置是要捕捉地球深度传出的 微弱信号的 如何载件能加强灵敏度呢 我们是把这个弹簧尺寸要加大 包括是那个 它的整个是减面积加大 厚度厚度可能做得更薄一些 另外我们是由原来的一层改成了多层 切割弧线使改变后的弹簧 更利于变形 一个微小移动都能记录下来 这个特质正好符合设计人员 加强仪器灵敏度的要求 随后它没有加入集成电路板 于是仪器就能自主 记录下实验的数据 而不需要通过电缆 监测车来控制这些数据 采集仪器了 而在大家看来 测试中获得的数据都极其珍贵 那可都是寻找地下矿藏的线索 我们还可以用地震的方法 来测它的波缩 不同的物质密度 它的波缩就不一样 密度越大 物质结构越紧密 它的波缩越快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几个 物费的这个参数放在一起 我们就大致地知道 这很可能是什么样的矿物组成 邻军他们不仅去掉了尾巴式的缆线 还加大了监测波速的范围 可是他们在监测中 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而此时科研团队的人们 却还在琢磨 后来发现存储不能监测状态 不能传输数据 现在我们又把这无线通讯的技术 加进去 如何让这无栏检测仪的数据 能方便传输呢 但和全球定位系统连接的时候 这些橘色的铁盒子 不仅能捕捉地下深部的波形数据 还能自主传输检测到的数据 而此时 新技术研发的另一个团队 也传来喜讯 一个自主研发的新成果 能捕捉地下深部的微弱信号 人们究竟能探测到地下多深的矿藏呢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多方合作搭建移动探测平台 专家联手 原创深部探测力气 透视地层 捕捉地下温弱信号 寻找新话 请继续收看 深部矿藏 下面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种 没有缆绳的探测仪器 它就能够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去记录 地下发生的一些微小的岩石层面的变化 这些东西本身都会一波的形式散发出来 那么它就能够全部记录进去 并且有存储功能 能够把所有的信息存储在里头 同时又可以在天上和我们的北斗进行互相的联系 这样就可以借助北斗系统 把它收集的各种信号发射上去 在另一方面我们就算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也可以接收到相关的一些资料 所以说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不过林老师对它也并不是特别满意 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变它的一些电池系统 你想在野外充电非常困难 当然是希望它的能耗越低 用电量越省也好 希望它的电池供给量越来越大也好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不是能够采用一些自充电的方式来帮助它完成电量的供给 您看了没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可能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品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那么咱们演播室里还同样有其他的一些设备 比如像这个东西 仅从它的文字上我们是根本看不懂这到底是干什么的 再有这样一台仪器看起来也肯定是跟一些计算存储有关系 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又是怎么使用的呢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一文言介绍 在宝定试验场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底星云研究员正带领自己的团队 做地面电磁探测系统的测试 这个长长的棒子就是他们研发的磁棒 这个叫做感应是磁传感器 它接收的是大地的一个磁场 那个主机盒子接收的是整个的拉过去之后一个电场 电场和磁场的一个比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得到地下的一个导电性好坏的叫电阻率的一个层数 经历记录电场和磁场的参数 就有了一个判断地下沿层提供指标性的数据 以起到透视地下的作用 目的就是为了找地下的这个结构 它呈现出来的电性的差距 然后从而达到着矿这样的一些目的 检测大地电磁的实验往往需要多个磁棒参与 并布上长长的电路 在实际矿藏探测中 经常要在野外布上几千米的实验线路 这个电磁探测系统使用的一个纵向 只要是从它电磁角度了解地下的电性分布的一些情况 如何在地表捕捉地下深布一两千米之下 有没有异样的电磁信号 这就需要地表的信号接收仪器 能捕捉到地下温弱的信号 这个里边有一个高磁导率的磁心 然后还有绕了好多好多的线圈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最难的弱信号失去电路 就在这个前端 磁棒里面特意安装了针对弱信号的电路 使得磁棒能灵敏接收到大地深处的电磁信号 再测试现场 由于一气灵敏 人体的磁场都会对实验数据有干扰 测试时必须要保持周围没有干扰 如果有一个车呀或什么过去的话 那这个数据可能就几乎不能用了 由于碳框的需求上升 这也要求研究团队不能只是单向获取大地深处 自主释放的磁场信号 还要有能力随时给地下加上磁场 变场 以便主动获得指标数据 我们还加上了一个强大的人工信号发射源 叫可控源大地电磁 这样的话有了这个强大的信号源之后 它这个取得的这个电磁波的信号数据 新造比就比较高 那么对于两公里 一公里多 两公里 这样的一个深度范围内的爪矿 就是深部爪矿 就可以实现了 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来讲是几百米的爪矿 那么就实现了像深部爪矿的一个问题 磁棒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监测仪器 总数文和地科研的研究人员们 在我国的成矿袋上 还做出了一条长长的深反射地震铺面 这是体现一个国家探矿综合实力的指标 在地表用被灯 用那种宽平带的地震 来减收拾这样非常低频的一些信号 如果这个受限有足够多 始终足够多 不同的地震就穿过一个点 所反应的速度都会同样的话 这个点的速度基本就定下来了 600公里400公里300公里200公里一条地表 利用这种反射地震的数据 能了解地下的精细结构物质组成 这就是透视地球的工作 虽然深部探测计划实时时间还不长 仅仅五年 但是专家们的努力 让透视地球的脚步走得很快 已经探测到了6000千米的详细数据 深反射地震 过去几十年里边 三十多年时间 我们只做了不到5000公里 深反射不到5000公里 大概4600公里 我们这三年里边做了多少 是6150公里 就是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工作量 因为只有做这个深反射的话 是才能把地球浅层的 比10公里一浅的 这个这个 它的结构搞清楚 这个非常是一个搞深入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一项方法 这些曲线展示的地下岩层的厚度 岩性等详细情况 在董复文他们眼里 这些都是破解地下未知深度情况的 珍贵资料 此时 不断在探究监测新技术的研究团队 并没有止步 他们正在探索全新的监测手段 利用无人飞机 酒鬼酒赋予箱 提示您 精彩继续 跨学科合作尖端技术人才汇聚 拓展自主研发 探测地下深度的新技术 请继续收看深度矿脉 下次 这种勘探的过程当中 我们同样会利用上它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测量地下的 这些磁场的变化 过去可以依靠有人的飞机 但是大家想一想 有人驾驶的飞机 再小也得比它大很多 那么首先它存在一个航时过短的问题 你带油量你带人上去就会有相应的设施 增重了 那么毫无疑问 飞机飞起来之后航时就没有那么长了 另外有一个 那就是在有些区域当中 如果是人来驾驶的话 我们想要捕捉到地下微弱的磁的信号的话 必须要进行贴地飞行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技术再高超的飞行员来说 贴地飞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一旦出了事故 损失的不是一架飞机 而是一个优秀的驾驶员 这样的损失是任何人承担不起的 那现在我们借助这样的无人机 就可以完成长航时 流空时间长 危险地区同样能去的这样的航词的测试了 大雪之后天气阴沉 在河北宝定的一处测试场里 有一群忙碌的身影 黄大年和无人机的负责人 中科院摇杆所的郭子齐 正在关注无人机在雪天的工作情况 因为野外测试往往会遇到极端天气 于是大家赶在这雪天进行测试 固定液无人机航时探测系统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对整套系统进行研制 其中呢 这是我们的运行飞行平台 就是固定无人机 它只要是可以低空飞行 而且速度快 那么它的作业效率高 我们只要探测这个空间的磁场 通过空间磁场呢 获得我们地下的一些矿能资源 这架无人机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低空飞行 以便能测量大地的磁场 由于是在飞行中记录相关数据 所以也被称为航词测量 此时雪地上非常滑 试飞遇到了困难 技术人员立即寻找改进措施 更换大功率电池 很快飞机升空了 此时人们更关注的是 飞机上传感器的工作状态 它是主要由 就是整个机体搭载系统 还有它的探测传感器 还有它的整个机控系统 它跟地面联为一体 还有地面工作站 这样就可以完成 我们对我们大概是 一百多平常公里方圆内的 实施探测 低空飞行的无人机 确切说是一个搭载了 测量大地磁场的移动监测平台 它的目标就是地下的矿场 这是我国自主原创设计的 手架用于航测测量的无人机 它机翼两多安装了两个圆柱体 这是磁传感器 灵敏度已经达到世界最高级别 它灵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如果达到飞特级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血液的流动 所产生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而我们这种光红的呢 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心脏 跳动的时候 它血液流动所产生的磁场 我们都可以捕捉到这个 这些仪器无人机捕捉到的磁场 电厂信号的数据图 一般人根本看不明白 看出来的东西都是无理曲线 电发的曲线 磁发的曲线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声部 或者是地震 这些曲线 这些曲线 把它把它解释成这个 地质的语言 这里面很难 如何把这些难懂的数据 曲线变成直观的图像呢 黄大年带领计算机的团队 正在努力实现这个转换 用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这种立体的结构 以及它表述的形式 来把声部的复杂的形态呢 通过信息的这种转换 来把它呈现出来 地质科学院和吉林大学 计算机师的技术人员 不仅把专业数据可视化了 还进一步利用丰富的数据 把地下沿层的情况 也转化成了立体影像 了解这深入地下的探测 获得大量可贵的数据 才能有眼前的数字化成像 这使得原本看不见的地下世界 按延时的年代 成分 矿藏分布 详细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样的能力也标志着 一个国家的地下探测实力 在我们国内整个 从东边到西边 我们可以辨历出 一到两公里的落差 可以变化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探测出来 所以现在 应该说我们现在 基本上达到国际的身体 探测能力 我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这群给地球做CT的人们 是将近三千人的大队伍 也是我国首次大规模 阶段性探测地价深度矿外 分布 这里有十二位院士 六百多位教授和研究员 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优势 开创了我国深度探测的 新篇章 其实我相信 就算是看完了 我们今天整个这期节目 对于很多仪器 包括电视机前的您 包括我 再让我想起来 它叫什么 恐怕都很难 但是想一想 我们社会的经济 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 跟几十年间相比 会有很大的变化 正是依托于这些技术进步 但另一个层面 它也表明什么 过去那些负极的 处于很好开采位置的矿藏 现在几乎都已经被我们开采进了 我们现在只能把眼光 伸向更深的地方 或者是隐藏更深的一些区域 去寻找我们国民经济发展 必须的这些矿产资源 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矿产丰富的大国 某些矿产品种对于我们来说 人均下来 立马这个数字就变成世界上并不是很高的地位了 所以说当我们在寻找这些矿产资源的时候 还要有一个长远的国际化的眼光 去很好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利用 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经济的发展 也会关系到我们今后在世界战略布局上的地位的 同样如果是做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话 能否把这些矿产资源不可再生的 让它能够重复多次的被我们这个社会所使用 为我们每个人服务 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我们投入更大的精力的话 可能也会为我们节省下宝贵的矿产资源 所以说要走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不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提高 同样也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